师父下一个问题 再讲一个同修的梦境吧 他呢就是梦到了 哎呀真的是 他梦到了观世音菩萨 他就问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给师父放 给师父放声 您开示一下吧 我们的给我们的师父 观世音菩萨说 这个问题主要看 这个问题主要看发心 一个人整天想着自己眼界 也就是方圆异米之内啊 那么他的境界只是凡夫啊 尊师众道慈悲众生的人 心系师父心系众生 那他的心是为佛心 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 在这种发心的人放声 就能感动天地 有些老妈妈的经济条件不好 他陪师父放声一条鱼 两条鱼 十条鱼 照样感动天地 因为他不容易呀 这是他的发心呀 结果接着同修问 那给师父住念小房子呢 观世音菩萨您开示一下吧 师父 观世音菩萨说 有些佛友自己业障还比较重 建议还是自己先消业 因为给师父念下的小房子 气场不好 会影响师父 如果自身业障轻了 给师父念 当然可以 他是这样 观世音菩萨对我一直很好的 我知道菩萨 我知道菩萨会讲这个话 观世音菩萨他很爱我的 我呢 讲心里话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有些人小房子念过来 真的质量很差 我也不敢用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这些佛友帮我放生 我的确感觉到 自己在他心中就很舒服 讲心里话也是这样 有的同学帮我放很大的鱼啊 师父就是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讲不出来的 实际上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因为 因为师父现在是连自己生命都不要在救助众生 他们他们这样也是在也是在做功德 而且他们是做大功德的嘛 尊师重道 这本身就是功德嘛 对不对啊 是 对 菩萨说 尊师重道 慈悲众生的人 心系师父 心系众生 那他的心 视为佛心 你看看看 你帮师父放生的时候 你就是佛呀 佛心呀 因为你真是重道 师父 刚才您 刚开始您讲到了 有些佛友给你念小房子 您都不敢用 师父是他有最重要一点 要必须吃全素呢 师父 应该的 如果不吃全素 给我念出来的小房子 你说有什么大效果 那没什么大效果 不提到 你说的话 一个吃素人念出来小房子好 还是一个不吃素念出来的好 不要讲了 那个气场肯定有影响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脏啊 你想想看 他吃荤的人呢 你去看看 他吃 他吐出来的气 口气都是臭的 你想想看 到了肚子里 这种烂鱼啊 它会烂掉的 它肠胃里腐烂的嘛 那些肉 你想想看 几天坏掉了 马上这个肉就腐烂了 你想想看 你吃到肚子里 37度的温度 不就腐烂了吗 一腐烂 什么酱油味道 什么都没了 在里面就 你们讲句心里话 你们过去吃荤的时候 吃到后来 你们反胃 如果吃不太饱了 是不是有股腥味出来啊 是的 喉咙里打出来的杆 都是非常的臭啊 你这种 念出来的经 怎么能质量好啊 给师父念了 哎呀 我师父只是说 因为看了他们 有这种发心 我不讲 这也叫慈悲啊 实际上你说 这些能用吧 你告诉我能用吧 那师父您这样说 第一要吃全素 第二 就是说 欢迎菩萨说 他自身业障轻了 他不懂自身业障轻了 他怎么去 这样去衡量呢 自身业障轻 很简单 自身业障轻 自己都知道 第一 烦恼少 第二 他觉得精进 很精进 第三 他觉得自己很干净 自己都知道的 自己干净不干净不知道啊 你不做这种坏事 不动这种坏脑筋 你自己不知道 自己干净不干净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谢谢师父的 师父真实 师父 那我们给师父放生的时候 吃怎样的心呢 是想着师父 还是想着天下众生的 这个心态怎么小呢 师父 这个给师父放生 我们就想师父了 很简单 想师父 就像我们给自己父母亲放生 当然想着父母亲 能够得度啊 能够让他们身体好啊 一样道理 你给师父放生 说希望师父身体好 你去想别人啊 弟子余的 弟子余的 那师父 观声音菩萨说 一个人整天想着自己 眼界也几乎是方圆一米之力 那么他的境界只是凡夫 那师父 我们学佛知音懂果 我们也听说过能量守恒 和能量转化 那么是不是说明音 也是果 果也是一种音 了者其实是互为因果呢 师父 是这样的 因为因果因果 他种因得果 有果是因为因 所以他这个能量 他所发出来的这些因果的意念 都会造成你重新再植因果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就是很多人经常问 师父 我跟他离婚了 是不是上辈子的事情 有的是上辈子 有的是你这辈子自己要离婚的 所以很多人离了婚之后 还会经常做梦做到自己没离婚 跟老公很好的开心 对不对啊 实际上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他命根当中不应该现在离婚的 因为他现在种下的因 造成了他当 现在就离婚了 所以他这个国已经提早报了 明白吗 没关系 所以你不用多了 我还是要做到那种 解决的 解决的 我还是要做到那种 解决的 解决的